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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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对吧 大部分小部分之间还得有一些小的小块 比如一块石头它很满 那么为了用石头旁边的空面不硬 那么石头不应该画得很满 里面还空一些 有的人画河叶 河叶是个圆的 为了跟河叶周围的空白相呼应 比如说河叶的心不涂上颜色 就勾起 就是不给它全填满 那么这个空白 它就是为了跟外面的呼应 应该是这样的 对比但是要有联系 没有联系就是不成一个整体 只有对比没有联系它不是艺术 这艺术的最高的标准要调分 去能够协调 整体感 就是说整体感 一张画是一个整体 整体 不能够花不能够想不能够乱 它有一个整体 那么空白也是要有整体感 有的空白如果说突然来一个大空白 其他地方没有呼应 它显得太漂亮 那么需要的空白 你们可能要做一点 画一点东西 有的呢就是空白也许太多了 就显得花了 这一块那一块 那么需要找出一个秩序来 就要使空白有大有小 有不同形状的变化 让它就是很有秩序的在画面上 来进行排列 就在画面上排列 编排 你们看到一些图像串刻 它的周围有边框 有一束边框它要把它打破 故意要敲掉一点 它就里面那个一些气 就要想办法透出来 就这个意思 或者一封闭以后就感觉闷了 拿个地方敲一个缺口 就感觉透气了 舒服了 舒服了 我需要一口信号 谢谢 谢谢 因为是现代的 不是传统的 是吧 那么你还有现代的需要 它恐怕这种观念 逐步在改变 逐步在发展 因为这个思数画印的统一 在画面上的组合 那也不是一开始就有的 一开始我们没有提字的 宋元以前的画家都不写字的 这个字都藏在树缝里面 石头缝里面 那么宋元以后开始提字 那是文人 文人化成为主体以后 就是这么一种风格 那么又进入到现在 现在好多年轻人牢笔都不用了 他又没法提字了 是不是 而且艺术观念他也变了 他不修工画 他学油画 是不是 那油画你要提字怎么提 没法提 所以实在变了 我看这是一个趋势 没有 在现在恐怕是一个多元化 多元 各有不同的爱好 那你自己挑选吧 我喜欢古董 他不喜欢古董 喜欢现代的 那么喜欢古董 可能要更喜欢传统的一种 一种结构 一种方式 传统的艺术 那么不喜欢古董 可能喜欢现代的 西方的 或者是什么 那么这种 诗书画音的一种 一种风格 到现在来讲 那么只有一部分画家 还在这么用 那么另一部分画家 已经不去守这个规矩了 这也是个正常性的 就像我们有些人穿西伯一样 不穿中国的一模一样 那是一个正常性的设计 但是必然还有一部分 虽然穿的西伯 他还喜欢古董 还喜欢古代一个人 因为他人呢 有一种 民族的一种文化心理 一种素质的技能 那是一个传统 不是一个人用的 是有一条线沿下来的 我们不是没有传统的一个民族 这个传统很深厚 那么每个人的血液里面 恐怕渗透了 不自主地渗透 他还在爱好这些东西 对 没有一种 好像无疑的一种中国化的风 现在没有 中国化现在有多元化 多元化 就是各系列人很好 因为每个人的支持机构都不一样 他有的 他喜欢传统的 他吸收传统的比较多 有的他喜欢西方现代人 那么他的支持机构也不一样 就是 而且 年轻人 老人 中年人 他不一样 一般老人挺像有保存传统 一般年轻人喜欢突破传统 他认为有些东西没有必要再去守他了 有更好的东西 或者更新鲜的东西在吸引他 就是这样 那么传统的东西 你可以放得多管 可以让人欣赏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必要去模仿 这个关键是对的 我们没有必要模仿前人 我们可以欣赏前人的一种成果 一种成果 可以赞美 可以欣赏 可以指